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上下键,在功能表中选择现时的缩放设定 选择100%以1比1的大小复印 选择Fixed Zoom,简选以预设的缩放比例复印 选择手动,你可以输入25%到400%之间的缩放比例 影印,浓淡度调整 要更改复印时的浓度 可以在功能表中选择混合 选择浓度 使用左右键,调校浓度等级 最后按Select 确认 影印,背景移除 更改复印时的背景浓度 可以在功能表中,用上下键选择混合 选择背景移除 使用左右键,调整背景浓度等级 最后按Select 确认 影印,选择纸盘 在复印时,选择需要的纸盘 在功能表上,按上下键选择纸盒 然后选择所需的纸盒 最后按Select 确认 影印,单面或箱面和钉装位置 你可以使用四种不同的打印功能 降低纸张消耗 使用上下键,选择预设设定 单面去单面,更改你所需的打印功能 例如是,可以选择单面去双面列印 你的单面原稿,将合并为双面附本 同时,你也可以在钉装设置中 选择长边或短边 影印,排序或群组 你不再需要手动对影印本进行排序 因为你的系统会帮你完成 将原稿放在送稿器上 使用上下键,选择功能表中 现时的分页功能 假设你有三页原稿 并想复印做三份 这个是群组的复印效果 这个是排序的复印效果 使用原稿玻璃面 也可制作分页的副本 将设定更改为排序 按back 输入所需要打印的数量 按start 系统将开始扫描第一章的文件 显示屏将会显示的信息 是继续下一页 将第二页放在原稿玻璃面上 按start 重复这个过程 直到扫描完所有的页面